各位愛編織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到愛知的頻道 我是愛芙琳 在前兩集 我們已經完成了旋轉木馬的音樂盒 以及底盤的包覆 這一集我們就來勾點小物吧 這些可愛的小物 能夠很好的點綴旋轉木馬 讓我的旋轉木馬能夠更華麗 而且豐富 我們由上而下開始吧 喜歡愛知頻道的朋友 記得訂閱 最重要的是開啟小鈴鐺 霧坦覺得這些小物跟我比起來 還是我比較可愛啦 首先是屋頂上的星星 可以使用嬰兒黃或者是金黃色 先緩起 手指頭繞線之後 先鎖一針 再一個起立針 之後勾五個正常的短針 這個短針是用一般的短針 而不是十字短針 在結束的引拔之前 先收緊線圈 然後引拔在第一個針目上 第二圈 我們先勾三個鎖針 然後空一個針目 在倒數第二針上勾一個短針 在下一個鎖針 在下一個鎖針上勾一個中長針 再回到第一圈上的下一個短針引拔 這樣是一個星星的角 我們重複剛剛的動作五次 完成星星的五個角 最後在一開始的針目上引拔 斷線之後把線藏到後面 我們要完成兩片這樣的星星 第二片的星星斷線時要留長線 用來縫合 我們剪一段20公分的定型條 然後將它對折 等一下縫合星星的時候會用到它 我們利用星星背面的線段 將兩個星星打結在一起 然後留下最長的那個線段 其他的修剪掉 用長線段在星星的邊緣 開始用捲線縫的方式縫合 縫合到一半的時候 我們可以將這個定型條 穿到中間打結的地方 然後對折讓它卡在這裡 定型條的兩端 分別留在星星的兩個角上 像這樣子露在外面 沿邊縫合完之後 就可以斷線藏好線頭 這樣就完成星星啦 接著是三個顏色不同的氣球 以及記著它們的蝴蝶結 氣球的顏色你當然可以自己決定 我們緩起之後先鎖一針 然後以十字短針的方式勾織六個短針 勾織氣球時我仍然用螺旋式的方式 所以第一針的短針有一個起力針 我們繼續勾剩下的五個短針 因為是螺旋式的勾織 所以第一圈結束不用引拔 而是在第一個針目上直接勾下一圈 第二圈每個針目上都勾兩個短針 用螺旋的方式勾織時 別忘記在第一個針目上扣上記號扣 氣球的文字解在這邊 從第三圈之後 我們要放入定型條 以及填充棉花 我們剪下三種不同長度的定型條 來分別支撐三個氣球 這三種不同長度的定型條 可以任意繫在任何一個顏色的氣球上 在第六圈的時候 我們將定型條從氣球頂端的中心插入 將氣球頂端的那一端定型條折一小段 然後將這一小段從其他針目的洞眼裡再穿進去 像這樣 再從氣球的內部 將這兩個線段纏繞在一起 然後在適當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開始慢慢填入填充棉花 填充棉花時 要記得讓定型條維持在中心的位置 第六圈之後 我們可以一邊勾織 一邊填入填充棉花 盡量讓氣球看起來是飽滿的感覺 最後一圈的鎖針花樣 是氣球的收口 最後一圈結束 我們要引拔斷線、留長線 利用這個線段 在氣球的頸部繞兩圈 收緊 最後打結 藏好這個線頭 一個氣球就做好啦 我們可以完成三種不同顏色的氣球 再來是將它們記在一起的蝴蝶結 我用紅色的毛線 緩起 先鎖一針 然後再勾三個鎖針 兩個長針 兩個長針 在三個鎖針之後 回到中心引拔 這樣子的動作我們完成兩次 最後收緊中間的線圈 留適當長度的線段斷線 然後將這個線段 纏繞在蝴蝶結的中心 並且在背後打結 記住這個線段要留下來 不用修剪 這樣就完成蝴蝶結啦 再來我們要完成八個屋簷上的愛心 我用的是藍色 或許你可以選擇其他顏色 這裡也是緩起 緩起之後先鎖一針 然後再勾支兩個鎖針 再兩個長針 再兩個中長針 這樣是半邊愛心 在愛心底下這個尖尖的角 我們勾兩個鎖針 然後回到剛剛的中長針針目上 引拔 接下來繼續勾愛心的另外一半 一對稱的針目勾回去 兩個中長針 再兩個長針 最後是兩個鎖針 回到線圈裡引拔 最後斷線 將這個線頭長到後面 這些線頭都要留著不需要修剪 中間的線圈收緊 這樣愛心就完成啦 這樣的愛心我們要完成八個 接著是屋簷底下的小棋子 我準備了四種顏色 每個顏色的棋子各做八個 小棋子很簡單 我們先起五個鎖針 一、二、三、四、五 然後將這個鎖針鏈放到背後 我們要從左邊數過來的第三個里山開始勾 也就是正中間的那個里山 我們勾之一個短針 一個中長針 一個中長針 再一個長針 然後引拔斷線 這個線頭不需要太長 大概跟棋子的寬度差不多就可以了 這四種顏色 每個顏色各完成八面小棋子 接著是底盤的玫瑰花 我選擇是美紅色的線 這樣的玫瑰花我們要完成六個 我們先起五個鎖針 然後在這個針目裡再勾兩個鎖針 兩個中長針 然後再兩個鎖針 引拔到下一個針目 這樣是一個小花瓣 我們完成兩個這樣的小花瓣 接下來的三個針目 我們要完成三個比較大一點的花瓣 這個花瓣我們要用長針 所以先勾三個鎖針 在同一個針目裡 再勾兩個長針 然後再勾三個鎖針 引拔到下一個針目 這樣的動作我們要勾三次 就是完成三個比較大的花瓣 最後一個花瓣結束時候的三所針 引拔在同一個針目裡 最後留長線斷線 我們以小花瓣的那一頭為中心 開始圍繞 像這樣 然後用剛剛的長線 在花的中心來回穿縫 穿縫的時候注意 這個縫針要通過中間的花心 以避免這個玫瑰花散開 這樣子一朵小玫瑰花就完成啦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這幾個旋轉木馬的小裝飾 也很適合用來裝飾在其他地方喔 這集先分享到這邊 請繼續鎖定阿芝的頻道 感謝您的收看 訂閱按讚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下集見 掰掰